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我们就来聊一下新鸭利 首先我觉得比较新颖的是比赛没有什么特别大惊喜 但是我觉得新的排位赛制度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看点 大家有关注我们微博的朋友们知道 在微博上面我开始就说 这个排位赛制一定有黑马也会有马氏前提的人 的确有黑马的确有马氏前提的人 最大的黑马当然是我们的周冠宇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赛制 我觉得这个赛制一开始我还挺有有有有有点怀疑 到底到底能不能成 但我觉得还可以从最后的效果来说 我觉得练习可能有点就是练习上可能导致有点看不懂 然后我现在在觉得因为首先他这个赛制就进行了一场 我现在在想会不会他也像冲刺赛的新赛制一样 让人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场他好看 但是其实他去到别的赛道上去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问题 我现在觉得会不会这种说有点太早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可能现在一方面有马氏前提 还是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没有掌握好这个规矩 可能等多了几次之后等熟了之后 那就是又其实没有什么赛制的改变 对我觉得说是就是本来因为伊莫拉也是要也是要测一下这个赛程 大家都是要伊莫拉取消的 对的确就是这个新的赛制就特别不爽了 那个就只有一整个电台Q2只能用总台这样 其实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只是说练习赛里面他们不敢用软胎了 就是软胎本来呢一般车点都会带八套 就是因为不断的练习 Q3有两套 Q2有一套至少 然后Q1有时候也有两套 对吧特别法拉利某些某些 两个车队 就我觉得他们会不敢再进行排位赛的 就冲刺的在练习赛里面就少练了 这才是关键 但最终大家都熟悉的话 可能我觉得其实跟用什么轮胎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也达到了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其实这个赛制的本质的目的是为了更环保 就是减少轮胎的使用等等 我觉得这还是也达到他本身的目的 只要观众看起来就是用硬胎用中胎用软胎没区别 那也无所谓 我是要表扬贝奈利想环保这件初衷的 那这个肯定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要环保不是省的这套胎 就能够有多大的改变的吧 给给给给大家一些数据啊 其实这个这个数这个数字其实很好算 就是呃他们省4套软胎等于说是那就是呃 呃一辆车16然后20辆车那就是呃三百二十三百二十条轮胎 嗯三百二十条轮胎就是一个集装箱对吧 那所以那一个周末如果省省着一个集装箱的话 那一年如果有25站就是25个集装箱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 你就够把它放到一个一个一个绝年的一个 那我觉得会有别的方法来就是就是这个比例上来讲 其实不是非常的多 就如果如果就当然这个是好的 就这个肯定是好事 这个这个当然是应该做的 那这个一个集装箱当然也是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就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就是呃还有肯定应该会有一些更多的方法吧 就就是那你们觉得这个排位赛规则会延续到 像以后会延续到每一场比赛吗 我觉得可以是更多的就是我如果我而且我现在就是 就从第一站来说我不呃看到的效果来说我不反对他 嗯就效果上来说并没有给给这个排位赛打折扣 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差不多 差不多对我觉得那那就那就那就何乐不为呢 对不对而且而且我觉得这比较取消加关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我们有空继续细讲你取消加关谈这个决定来说来就明智的多了一点 对吧就没有没有任何负面的影响这样 那感谢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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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的赛制的我们阿尔法罗米歐就是打了鸡血了 本来本来Q1都出不去就是两个两车进Q3 然后周冠宇职业生涯最佳排位赛对不对 嗯嗯一个 nå的第五歌可啊那个是那个 bilir级波塔斯第八嗯嗯嗯嗯嗯 第7是吧第七啊 对对对对这个这个表现是用这个土豆这个你了解 比较这个他们怎么怎么就这这一站突然间就翻到上面 来呢对所以阿尔法罗迷欧这个是后面那个 The Race也有讲过 他专门出了一篇文章来 讲他们为什么 他阿尔法罗喽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 前五的这么一个车队 其实我 当然他列了四个原因 就是因时他们是有升级的 然后整个 因为新的排位在规则 整个场上局势也比较乱 然后再加上他们车队 这场比赛确实 他们的计划执行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 他的最主要的一点 还是他们这篇文章提到的一点 就是区务阿力这赛道 非常适合他们这个车 他们这个车是很适合 在低下阿力 就是高下阿力这种赛道上 比如说接下来 可能去到什么巴西 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地方 对 言下之意就是下场比赛 不用指望了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 再加上我就个人表现来讲 我觉得周万宇的排位赛 我是真的看得非常的 我找不到一个形容词 你说也不能用吃惊 但是就感觉非常的表现很惊艳 就你看Q1能拿到第一 然后到了Q3了 都还是能最后能刷到第五 所以 然后他队友也没有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 对 而且 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想说的是 这个排位赛季 对不起 这个排位赛制 就可能会对于赛车 就不同赛车 对于不同轮胎的喜好 可能会变化 对 就是一开始 大家都可能都在想 就是Q1是 阿弗陀佑这台赛车 是不是特别适合引赛 所以跑这么前面 但结果他们在 在Q3的时候 还是能有这个表现 所以这个 这个真的还是挺念的 对 然后 我觉得周冠璇的表现 其实有种让我觉得说 他有给他一个机会 他没有完成 没有浪费角 一点都没有浪费 他很好的抓住 然后打出了一个很好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就是 虽然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容 我也不知道什么形容 但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他抓这个机会 就是很稳 有一种很稳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会让我们看到 刷手抓住这些机会 对 其实我们看到过很多例子 有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他眼前 他赛车 天气 整个都很符合情况下 但是没有抓住机会 但是周冠璇这一次做得很好 他就是拿了一个第五 虽然说这后正赛 对吧 但是但是就是这个速度 我们觉得还是挺挺 所以我就相信对他来讲 都是一个挺鼓舞人心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很让人一个 就让人有增加信心的 我觉得对于他车手来讲 绝对这场比 就是排位在第五这么一个成绩 就哪怕虽然后面正在不太顺利 那整个对赛季下半赛季这种 这种信心的这种增强 一定是会有正面的帮助的 对 这我不看过很多例子 有些车手遇到一些挫折 或一些比较失败的一些处境 然后他们的情况就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然后但那反过来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 像这样的情况 对周冠璇本人来讲 他的表现 我觉得肯定是有积极的一点 我希望接下来的表现能带来明年的序约 至少明年 特别明年中国战争是 相对比较高线亚历赛的 哪一口线 能再有一个好点的表现 还有就是 我觉得排位在还有一点就是 汉米尔顿 汉米尔顿还是在匈牙里果然不失所望 那个 我 其实当然没人想到他拿岗位的 但他还是最终拿了一个抢个岗位下 这个 这对 而且是2021年 对 2021年 这个 杀侧 杀侧 对 杀侧 杀侧以后第一次拿岗位 哈哈 难敢相信的 那个汉米尔顿拿岗位是 要隔一年就算这件事情 我看他那个拿完岗位之后 那个庆祝 那个表情 我都觉得感觉 那个姿势 对 像好像他从来没拿过岗位一样 非常 他拿过几个 这100多年 就是 应该第100年有个 对 因为之前 其实2021 2022 在之前他其实拿岗位 没有那么兴奋了 因为 我觉得这个天 我觉得大家也肯定天气 就是可能都会是这样子 就是拿多了之后 你就不会 没有觉得哪个岗位更加的 赢马了 赢马了 更加的特别 但这一次的话 这个岗位他肯定觉得说 我们是努力了这么一年半多的时间 对 才去追上去拿这个岗位 然后他自己这一圈 对 他自己表现也是特别好 我觉得他是其实开出了超赛车的水准 这个赛车 其实他是靠他的这个能力 去拿到这个岗位的 对吧 果然 我觉得 我也觉得说这个赛车 在其实正赛 大家都看到 就是正赛 正赛车 就是不那么快 对啊 对对 就是 就是 就是很难取得的 才是最宝贵的 对 但说到这个正赛 跟排位赛都强 麦凯伦这个轴舞 表现很很惊艳 哎呦 麦凯伦真的是 从从奥地利以后 我觉得再也停不下来了是不是 就是 本来说 本来说高速赛道适合他们 现在中速赛道也挺适合他们 对 这个这个 然后 我就怀疑他是不是虚晃一枪 说自己 哎呦 丁克兰不行不行不行 实际上强的很 嗯 而且谁谁知道他们 我虽然上次也说 就是谁知道他们 这个从赛季初 就QQQ2都进不来了 现在现在现在变成第二强队了 哇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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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红牛士的升级也太牛逼了 而且所以所以我现在想 他们赛季初就升级比赛没开始了 他们就宣称自己的车没有打到预期 对 嗯 那其实是不是 其实是不是根本就没那么糟糕 是他们有意而为之这么说的 还是他们其实 我就是说 我就觉得现在这些车队有些话是不可吸引 就是对 因为其实他们现在赛季中的这些升级也 你说升级多嘛 那也就是空气动力啊 这些 他其实他能改的地方也没有特别多 对不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那个车的底子根本就是不差 然后 我我我我我认个阴谋论 他们明年 明年新的风动修好 那是不是说想要今年多骗一点那个风动的配偶 明年多用一点 所以应该成绩跑得再差一点啊 他现在成绩跑得好 那谁让 对 那谁让L-Ping这个 是不是没 对 我又有一个阴谋论 我又有一个阴谋论 你看我其实我年初八零 我今年八零战之后我们那期节目我就讲 麦可伦在八零都跑得不好 但是后面就会跑得越来越好 我觉得过去几年都有这样子的趋势 是不是他故意在自己的金主面前跑得不好 然后可以多拿点钱 然后多拿点钱 但是觉得金主每年只开一场 你记得是吗 对啊 对啊 然后就这样年初表现不好 那这样子多拿点钱 然后升级让八零看到 哎你看升级是有效的 是不是 你看 对了 我觉得扎克普的商业奇才 他可能我没有已经觉得他这么干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确实脑回路 跟大家不一样 我觉得 是是 对 麦可伦我们真的不习乎一点 节目效果 但是诺里斯这个千古罪人 又把奖杯给扎了 我不知道大家上一战也会扎 上一战其实他把奖杯也扎了 但只不过上一战奖杯他不是陀瓷的 没有碎 他下一场比赛也不会碎的 下一场比赛比利时那个是木头的 如果诺里斯能上领奖太多 我给大家一个数来 而且这是他生涯第一次联续 联续两次 大家一个数据 他上了八次 对他拿着八次了 一半的情况下 他都是砸到了 砸到那个冠军 那个台上面 一半的情况下 都是冠军那个奖杯 往下掉 自己的奖杯永远是砸不碎的 我觉得他肯定不能砸 他肯定不能砸自己的那个台子 我是觉得很可惜 因为匈牙利这个奖杯也是很传统的 他们那个陶瓷 一球是这个陶瓷的 对 而且很贵 花六个月收购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说 已经说要重新再造一个 给维小兰再赔一个 对 那是对的那个给你了 给诺里斯吗 哈哈哈 新的应该诺里斯来出现 对对对 对 新的要诺里斯来出现 好 那 另外一个看点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记 因为李卡多 其实我们本来就说就是这个聚光 这个中部聚光的 其实都在李卡多 我差点就预测对了排名 是 其实就李卡多 我觉得排位 从排位和正赛来说 其实都还不错 这个回归他不能要求再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都比较甜蜜 都排在脚底里面 特别是正赛还出了事故的情况 还要有事故的情况 对 对 而且正赛里面 他的策略选择 就是他其实他自己的策略选择 就是先早早的进展 从中台起步换成硬台 但是他硬台只用一点点 因为对他们赛出来说中台更快 所以是他自己的决定 说先提前进展 去Undercut所有那些人 然后最后拿到G13 然后并且最后最后这一长段 中台的轮胎 不得胎管理等等 都表现的很不错 所以他离开了6个月 其实这些技能他都还在 我觉得对他来说 就是算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绝对是一场回归的 非常成功的一次回归手 回归手 好像没有这个词 回归秀 对 回归的一场比赛 这绝对是非常 让大家都满意的一场比赛 而且我想提到的一点是 我觉得大家不要 大家我觉得之前我们不是讨论说 为什么不把劳生请进来 对不对 我觉得红牛现在是其实 现在知道更多信息 他其实并不是如果是为了 而是在是在影视测试 那个时候决定 其实红牛早就决定说 要是这样把地下刀带回来 我觉得红牛是为了 这个虽然他们表面上一直都在说 佩雷兹一直 我们很支持佩雷兹 等等等等 我觉得红牛是在担心 因为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开始 红牛会受到 因为去年 去年风动 去年打破玉山帽的一个产生 所以他们风动时间会减少 这个惩罚今年下半年 所以他们今年年初这么乏力 然后我觉得他们在担心 是这会影响到明年赛车的研发 如果明年的赛车 不像今年有这么组织 而佩雷兹还是这个表现 那么必须要现在把利卡多刷来 下半赛就必须把利卡多给测试 证明说利卡多能代替佩雷兹 然后明年再把防队放进去 如果需要的话 再把利卡多丢进佩雷兹 不是说明年再把利卡多进来 我觉得对啊 我觉得其实就是做测试 就是罗特是马拉出来溜溜 就是利卡多到底怎么样 你试一下 如果万一我要换你 我不能让你直接上大后牛 是吧 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 肯定就是个目的在后面的 对佩雷兹压力很大啊 这场稍微好一点 脚尖压力很大啊 脚尖压力一趟也特别大 我觉得现在 你们觉得佩雷兹可能回到小牛 不可能回到小牛 去小牛 不可能 不可能 后面有人要上来了 不可能 我觉得佩雷兹要走肯定就是走 因为后面 对我也有 对不管是劳森啊 还是下下面那些红牛的拳手 肯定我觉得都会上来 而且佩雷兹自己 应该也不会愿意去上红牛 对 我去小牛就没什么意思 对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这个 需要力的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 那么很快 我们会有 我下期节目 所以下期节目 大家我们再讲 那别忘记给我们 如果我们还有漏掉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频道里面告诉我们 那就先去吧 下期节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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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